大家好 我是老船長 昨天小弟有一些事情 所以沒有辦法不課前來錄影 那麼昨天剛剛好 就是王冠AI系統的指標 大盤昨天翻王冠第一跟紅 老船長你實在是很可惡 你昨天沒有來錄節目 害我們沒有看到昨天翻王冠第一跟紅 而且是大盤 我們等了這麼久 但說起來是小弟的錯了 這樣真不好意思 你自己不裝你 怪誰 對不對 世界上我告訴你 就是有這麼巧的事情 所以這兩天可以說是空頭 被嘎成什麼樣 豬頭 對不對 看測標 那麼重點在這一句話 看清楚啊 誰 who W-H-O who 不會是我老船長害你的吧 我坐在這邊講多少次 我說我不放空的 然後也叫你們不要去放空 我有沒有講 我說你不要自以為聰明 空那個爛股票公司虧損 結果怎麼樣被嘎死 你就老老實實 認認真真的買王冠宏的股票做多 這一波你一定是賺錢 賺多賺少你一定是賺錢 你怎麼可能搞到被嘎死呢 對不對 好 我知道現在很多的觀眾 在等解套了 我在這邊提出警告 你們記不記得老船長的名言 叫空頭市場就是 戲談戲談戲談戲 對不對 那老船長多頭市場呢 倒過來注意看 漲一段沙 漲一段沙 換句話說台北股市 它現在這樣漲上來對不對 它會到一個地方會殺 你把倒過來想就對了 所以沒有那個一直跌跌跌死的 它都會談 談的時候你要懂得做反彈 要搶短 但是空頭老師告訴你怎麼樣 不可能會漲的 趕快把股票賣光光 然後放空空在怎麼樣 空在這個地方 老船長你怎麼知道 我們老師空哪 空這 我都有派間諜spot 空在這裡 你的老師帶你空在這裡 看到沒有 請導播照鏡 阿呆鼓 對不對 你在那邊錯氣 看到沒有 我跟你說 不要去空阿呆鼓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我們的王冠系統 昨天是不是翻第一根紅 大盤喔 各位觀眾你看 來手指頭 叮咚按一下 對啦 這邊我現在把它放大給你看 大一點喔 你看喔 台北股市經過這麼長的怎麼樣 空頭 我說過它一定會翻多的 我叫你每天收看我節目 阿老船長你昨天沒有來錄節目 那你們到底事情 剛好小弟有事了 誰叫你自己不安裝活該 來你看喔 好啦 昨天翻第一根紅 看到沒有 看到了沒有 今天繼續紅 老船長 阿他繼續紅喔 你剛才不是說他又會壓回嗎 你放心 他就算有壓回 他還是紅 就像這邊看到沒有 反彈系 反彈系 通通都怎麼樣 在空方架構 去追的都是怎麼樣 死的比較多 所以說你強短 你要懂得出 一樣的道理喔 這邊喔 做多他也會有壓回 是一樣的道理 那明白了嗎 好 那在空方市場 我都叫你不要放空了 何況是多頭市場 現在喔 台北股市 以我們的指標來看 多方市場 沒有問題 所以我不會憑我自己感覺 好像應該是多 不對好像空 我從來不會讓自己陷入這種泥沼 浪費時間 沒有人做股票用感覺的 你一定要相信科學 用科學的數據 對不對 你看是不是很準 這兩天你是不是覺得比較好做 好 那我再講一次喔 你那種套在高鋼上的有沒有 你在等解套的 那你也 最好是要燒好香 你知道嗎 台北股市 哇一直漲上去 這個我也不敢講 所以你每天第一個 要鎖定我的節目對不對 看是不是一直王冠宏 王冠宏 就像這樣 你看王冠 看了一大段時間 你都快昏倒了 對不對 那現在如果一直王冠宏 那當然很好啦 我個人也很希望 雖然它還是會有壓回 像13702點 那個缺口補了以後 有可能台北股市 就會怎麼樣 做下修的動作 但是還是在多方市場 今天收盤是13638 距離13702 還有60幾點 那明天如果漲的話 你要注意 那我講的是大盤 個股有的不甩 個股有很多 早就已經衝出去了 你不要看喔 個股很多在這邊 已經先衝了 你聽得懂嗎 你跑去放空 對不對 到底是誰害你的 老船長我看那個什麼節目 老師跟我們說 外星人已經打到台北市 所以我們很害怕 我們趕快全力放空 對 那基本上你就是一個豬腦袋 對不對 所以難怪被嘎成豬頭 這很合理的 對不對 老船長那這樣怎麼辦 去整農嗎 當然不是啦 再去工作 12345 6年又回來 因為你刷存折 歸零高還算好 你要小心 很多的融券 當年2331的精英 我講過很多次 這檔股票當年 基本面不好 亂七八糟 很多投資人 就自以為聰明 這個爛股票要放空 大家看好戲 結果怎麼樣 被阻力這樣一路往上嘎 嘎到最後怎麼樣 你融券你是不是要回補 回補你要做買進動作 他都跳空掌停鎖 根本沒有辦法買 你知道 開盤直接鎖掌停 你買個鬼 排隊幾萬張 這些投資人怎麼樣 就走上街頭 報紙也登了 照片也照出來了 輸死 要叫政府救他們 最後阻力 看在政府的主管機關的面子上 放過這一些 自以為是的投資人 所以我常常在講 股票市場 不是像你想的那麼簡單 爛公司就一定跌 沒有這回事 好公司一定漲 輸死你 我告訴你 所以為什麼經濟系的教授 來做 來股票市場 操作股票 輸到頭頭頭的 一缸子 他們覺得他們自己很厲害 經濟學教授 開什麼玩笑 神經病 就沒有聽過 有一個叫股市學教授 你看 不管你讀大學 讀什麼學都一樣 沒有什麼股票系的 只有經濟系 統計系什麼 沒有股票系的 不敢 為什麼 學生畢業以後 照著老師交的去做輸死 要怪誰 對不對 所以股市很難的 好不好 不要小看 所以你要有一套工具來輔助你 我常常跟你說 我常常跟你說 如果你操盤 你有王冠AI智慧系統 我相信 你在昨天就知道 台北股市 大盤終於 王冠第一根紅了 那王冠第一根紅 不是表示說 你做多就一定賺 沒有這回事 舉個例子 8069 看到沒有 今天翻空 8069 對不對 早上去買 大盤大漲還是跌 6443 6443 還沒翻多 看到沒有 元金 怎麼回事 大盤漲成這個德性 台北股市都翻多 王冠第二根紅的 還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不要用 大盤來看個股 那會失真 它只能是個統計學的概念 我常常教你們 台北股市翻多了 對王冠第一根紅 今天第二根紅的 是你操作多頭會比較容易 明白老船長的意思嗎 那放空我這件事情 我是管理空頭多頭市場 我都叫你們不要了 因為你們往往會被主力騙 你懂我意思嗎 空頭市場放空應該會賺錢 就空了怎麼樣 公司派跟主力很熟的朋友 細 對不對 好 那我相信 這一檔股票 我們舉個例子 3228 這檔股票我跟你說過 有主力在裡面 它已經走空很久了 今天翻多 你要注意 有放空的人 它在王冠系統已經翻多了 我們不討論它的基本面 壓本面 科學面 王子面 牛肉面 我說過 不需要去考慮那些 因為我們的系統 已經都幫你考慮完了 那它在空方的時候有沒有 疊得半死有沒有 頭顧老師在這邊 帶人家去做多的 你們去網路上看 有哪兩個老師 天王級大老師 會員早就血流成河都斷頭走了 因為這個有融資就有融券 早就融資斷頭了 那兩個老師還在騙 那沒關係讓他們繼續騙 這世界上有神明的 然後你看 它翻多了 翻多你今天去空它 你就被嘎死了 懂嗎 不要去玩這種股票 我一直說多空都不要玩精力科 明白嗎 這種股票一看就是有主力在 那公司賺的不會很多 各位看 上半年只有賺0.94 連一塊錢都不到 股價怎麼樣 今天收盤照樣176 你咬它 最高炒到多少你知道嗎 自己看 600以上 所以我覺得這種有主力的公司 不要去玩 我是說股票 股票 公司派可能也不認識主力 反正它股票搞不好 就主力很愛炒 我沒有說公司派跟主力掛鉤 我沒講 沒有證據的事情 我們就不能夠亂去講 對不對 但是你從它的獲利來看 跟它的股價已經完全脫鉤了 你就不要去玩這種股票 你老老實實的去做 這個股票跟它的價值差不多的 這種股票 好股票 然後又是王冠剛剛翻紅的 我就帶你買 這樣懂嗎 賺錢要賺的 晚上睡得著覺 經濟科常常跌停漲停 睡不著 睡不好 再來我們來看 3558 看看有沒有被嘎到豬頭 這個已經翻多第幾天了 第六天了 神准已經翻第六天了 老船長 我們不知道 我們沒有安裝了 你們家的事情 看到沒有 嘎死 你們去查這個龍卷很多的 我會拿出來講 就是卷之比很高的 鎖18000多張 209的股票鎖18000多張 這一檔的基本面就比較好 有沒有 上半年就狂賺15塊 還是有人去空它 當然我跟你說過 你不需要看它基本面壓本面 你看我們的系統就好 已經翻多第六天了 王冠宏可不可以放空 當然不行了 明白了嗎 這樣子你收盤是不是 就被嘎了跟豬頭一樣 誰害你的 導播 我們是最強的I-R團隊 提供您上市上櫃第一手訊息 我們擁有日夜盤最先進王冠AI智慧系統 方向清楚掌握致富關鍵 顧得投顧老船長 是您股海中的一盞明燈 顧得投顧咨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0800-555-808 您的理財專家顧得投顧 我們擁有一流證券期貨分析師陣容 多空雙想操作為您累積財富 金融市場詭居多變 您需要更全瞻更專業的團隊 帶領您避開風險再創財富巔峰 顧得投顧洽詢電話 0800-555-808 0800-555-808 好我們看大盤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來請導播照鏡 大盤在還沒有翻王冠宏的時候 我就在節目上一直跟你說 不要放空 不要放空 因為很多股票已經領先衝出去了 而且漲停鎖都是鎖2萬多張的 各位昨天前天看我節目 我剛好昨天又重播 你看了兩天一樣的節目對不對 什麼看了都要吐了 那你不要看 因為你被尬死對不對 剛好昨天重播 股票繼續有的繼續尬到爆 像你看這個省準 居然可以鎖1萬8千多張 這一張要20萬超過 過去空投市場的行情 你有看過鎖這樣的嗎 連鎖都鎖不住 表示什麼 現在就像我們的系統一樣 台北股市已經怎麼樣翻多頭了 但是我再提醒多頭 它也會有壓回的時候 你不要在那邊亂追股票 今天我先告訴你 你放空這些股票會被嘎死 是因為你自己亂空的 或是跟了頭顧老師空的 或是看頭顧老師的節目 它影響到你的思緒 腦波 叫你怎麼樣趕快空 你就去空了 那你疑慮以後不要看我的節目 因為基本上你沒有救了 為什麼 因為行情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你多投市場 你隨便亂做都可以賺到錢 賺多賺少沒關係 你居然一毛沒賺到 還被嘎死所漲停 你本來做多省準舉例 你可以賺死賺翻對不對 你非要去放空它 龍券很多張 我上節目之前 我都查過 我找龍券多的 來提醒大家 來各位看一下 再來看是 3356 有沒有 這個叫奇偶 奇偶 王冠第一根紅 又可以做多了 賺翻 安裝我們的系統好不好 你自己回家亂做 照著我教你的規則也賺翻了 奇偶 這已經嘎到 我跟你講他爸媽都不認識他了 3356 這個大波段噴出去 今天又嘎死 這鎖27000多張 你看看 你為什麼不做多 因為你被空頭老師害死了 我講對不對 我們在找那個基本面 比較差的 2338光照 有沒有 這不賺錢的公司 老船長不賺錢 他也翻多了 對啊 你以為 結果今天怎麼樣 很多人去空 龍券一大堆 鎖25000多張 老船長他公司沒有賺錢 虧損大王賺鴨蛋 你講的 對啊 人家就是嘎死你 你怎麼樣 你咬他 所以我跟你說 我們的系統是保護你的 你不用去研究股票 你可以完全不懂股票 只要你20歲到80歲 你有一根手指頭 就可以了 一按一秒鐘 光照 早就王冠紅的 絕對不能夠空 那這種倒霉事 怎麼會發生在你身上 早上一堆阿泡跑去空 空完收盤 當成兩個字昏倒 對不對 再來 3034 這支今天是很兇狠 有沒有 對不起 按錯 連勇 看到沒有 也是王冠第一根紅做多轉翻 嘩 蹦戲 跳上去 好狠喔 3034 看到沒有 直接嘎豬頭 嘎死 老船長 當初應該做多就對了 你不要講廢話 你安裝我們的系統 賺這個算什麼 從這邊就可以進場 看到沒有 看到沒有 這可以造假嗎 我猜不要安裝 稀罕了 誰稀罕你安裝 你先去工作六年再回來 跟你講 講到嘴巴都已經 很累你知道嗎 很多散戶你講不聽 錢輸光傻眼了 原來 做股票安裝王冠系統 老船長在發抗訊的話 不會走上 歸零高之路 對 來不及的講這些後悔 後悔話不要講 好不好 有一點骨氣 再去工作六年再回來 做人就是這樣 輸光了 好認了 對不對 不要在那邊講事後 後悔話沒有意思 而且不要講給親朋好友聽 表面人家會安慰你 好可憐 那個老師好可惡 怎樣 背後講活該 三好加一好 細好 十好 對不對 好 再來是 這個三四五四 三四五四 出來 等一下 三四 又來了 這個 有的時候就會稍微秀斗一下 沒關係 我們調一下 這個按下去 按成英文 三四五四 順便教學一下 有安裝的 精銳 有沒有 精銳 開玩笑 再創新高 什麼時候買 請導播照最近 這裡買 王冠低跟紅 可不可以賺錢 安裝隨便你 三四五四 這些人收盤都是昏倒放空的 鎖一萬張 你看都是高價股都鎖這麼多 現在是什麼市場 多頭市場 對不對 老船長你的系統也太準了吧 今天已經王冠第二根紅的大盤 大盤要翻紅不容易 你看等了這麼多 你等了幾個月 終於翻紅 我也不會亂跟你講 但是在台北股市 大盤翻王冠紅之前 我就已經告訴你們不要空 然後我這兩天的節目一直跟你們說 都嘎死不信 對不對 今天再嘎 空頭變豬頭 再來 3037 這支股票之前有夠淒慘了 可是它早就已經翻多了 因為老船長沒有講 我沒有拿出來講 不代表他沒有再怎麼樣 再走 聽得懂嗎 人家早就翻多了 來翻多王冠低跟紅買 會不會賺錢 你問國小一年級 你不要問老船長 照我的遊戲規則都可以賺錢 這一段都不用賠 王冠黑都不要買 對不對 今天怎麼樣 今天就是要嘎空 很多人去空它你知道嗎 我只能說恭喜 好不好 恭喜被嘎 來 那麼我們很快的 再看一下一些大的股票 台積電我告訴你 翻多了 來 台積電大條 台積電終於翻多了 聽到沒有 好再來 我們再來看2881 這個盤金融股也有貢獻 富邦金跌死了對不對 跌死了 什麼時候做多 這邊做多 可不可以賺 可不可以啦 你每天在相信空投老師 來 乖 什麼說加四 沒關係 2月30號一定可以順利賺錢回補 有沒有 就是這樣 秀秀加呼嚨 講東講西 你去刷存折還是歸零高三個字 不會因為它講東講西 講完了一大堆理由 你的會費已經在它口袋 它已經賺好賺完了賺飽了 懂不懂 倒楣的是你 你連這種白癡問題都搞不清楚 你以為倒楣是它 它不是 它早就賺好了 是你倒楣啊 所以很多投資朋友 以為說節目可以亂看 投顧可以亂參加 你要付出代價的 我可以告訴你 再來 這支天王級的 大家都很想看 老船長你終於秀給我們看了 請導播照最近 這一定要放大 這不放大不行 昨天老船長沒有上節目 對不對 放大給你看 這支來請導播照這邊 叫泡泡龍 看到沒有 2603泡泡龍 我是跟你說過了 這邊你都不要去買 我有沒有講 我說它有一天會翻多的 你記不記得 對 來請照鏡 是不是 老船長不會騙你 你現在要做長龍 就比較怎麼樣 有機會賺錢了 因為它翻王冠第二根紅 今天看到沒有 這一段你 你不相信老船長 你跑在那邊 拼命加碼 貪平 月貪對月平 然後融資斷頭戲 離開市場 工作六年 神經病了 你幹嘛 你這段都不要跟他玩就好了 這一段你什麼時候看過 我跟你們講可以玩 不行 我都說不行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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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因為剛好小弟沒上節目 今天趕快給你看一下 因為我知道 很多人到現在還有泡泡龍 恭喜你們 但是醜話講在前面 不是說它翻多 它就一定會來這邊給你解套 不是喔 你要搞清楚 它搞不好 這個多走了18天之後 就翻空了 這是有可能的 所以很多投資人 你現在不要一直等解套 說一定要解套了我才要出 沒有這回事 當你每天收看我的節目 我跟你說 現在譬如說 假設台北股市又翻空了 你就要趕快把你還沒有解套股票 都怎麼樣 幹掉做肥料 世界上的事情不是像你想的 你想怎樣就怎樣 你想解套就解套 那這還叫股票市場 股票市場套牢都能解套 那大家都來玩了嗎 誰會輸錢 所以你一定要有這種停損的觀念 你早就該停損 像那個長榮有沒有買這裡的還不停損 那笑死人了 對不對 很多人來到這邊才停損 你有沒有更好笑 不一定會解套的 好不好 那我希望你把你的資金也好 或是投顧老師帶你買的股票 就是你看看距離你解套 都還有十萬八千里的 你聽老船長的 把它賣賣掉沒有關係 你最近賣都不會賣到最低點 還有點尊嚴 好不好 因為最近漲上來 你不會賣在阿呆股 你把那些股票賣一賣 再加上你的現金 把集中火力的力量 我們來買這一檔 注意看 這個名字我先給你取 你不要到時候跟我賴皮 說老船長你沒有講 來 到哪裡去了 我看一下 在這裡 你還躲在這個地方 不願意出來見大家 來 因為這個名字太壯了 我一定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來 注意看 叫什麼名字 冠中冠 這個名字不能亂取的 冠中冠 我現在問你跟不跟 如果你相信老船長 就是你的股票還差十萬八千里才解套的 你就打電話進來 然後我帶你把你所有的股票 換成這一檔 那這一檔有沒有漲 有 他漲了差不多將近5%了 所以你不要跟了 老船長也是為你好 就是說漲了快5%了 我不要你來跟 我也不會帶你去追 那這一支股票我們出完之後 都會接這一檔 所以新參加的會員 今天打電話進來的安裝好的人 你買的是這一支 你聽得懂嗎 那我希望你們 就是一定要聽老船長的話 就是很多時候 不要亂去空股票 跟錯老師看錯電視節目 都會讓你走向歸零高之路 現在能夠帶你東山再起的 我想只有這一檔冠中冠 已經11月9號了 5 4 3 什麼時候你打電話 你什麼時候東山再起 三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